正在年底發行的新鈔票設計劣平如潮 本港三間發鈔銀行即將一同推出新版的 二十、五十、一百、五百和一千元鈔票並首次統一鈔票的設計主題 均印上具香港特色的圖案 其中一百元的圖案為粵劇演員 匯豐和渣打的設計都是男女演員相擁 唯獨中銀緊印上女演員並佔據鈔票較大面積 不少網民均批評中銀的設計差略 甚至嘲笑該鈔票看此陰獅子 至於三間銀行的五百元新鈔 均以地質公園的岩石為圖案 為網民嘲笑中銀的設計 有如電影《海報》2012末日預言 世界末日的畫面相當不吉利 笑言五百元那張一定是金融海嘯 金管局昨日公布三間發鈔銀發行的新鈔 當中一百港元新鈔的樣式 以粵劇作為主題 然而印在鈔票上代表香港的 究竟是哪位名領 某傳媒向演藝名人 粵劇名領羅家英查詢 他透露 原來新鈔草圖上最初出現的不單只是內地人 更指示業餘人士 最後經一眾老官反對及建議 才改為由香港人出現 而對於新鈔包含粵劇元素 羅家英在電話上也難染著藥心情 笑稱當然好開心啦 網民怎麼看? 羅冠聰 中銀新推出的紙鈔 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噁心 將一百元紙簡直直逼恐怖片級數 到底找了什麼人來設計? Jangun 更醜過冥通 May Yun 其實是想逼大家多用電子支付 小用Cash SY Wu 大富翁錢更漂亮過他 Hammer Emma 可能給了成億設計費 才可以有這麼的水準 Arjil Peng 聽名從陽京銷唆 Hamilton Wong Wei Chung 打打設計的一套多人氣 中國銀行設計的一套多人氣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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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我最眼看世代 人人古怪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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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w到底美國 store優惠 酸 組 賬